我建议当然就是尽可能你可以 这个字可以自己再把它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在前面都讲过 自己再把它字放大 不过的话预设是9号字 9号字真的看起来太小了 这对眼睛伤害还蛮大的 今天这个还蛮推荐的 建议各位不要有些细节要注意一下 或者以后看久的眼睛也会容易出问题 尽量,我是建议有时候你用电脑的习惯 像我尽量就不要一直注视电脑 因为你用除法烟钢的一定会一直注视 如果你是写层次的你就不用注视 因为主要多半时间在思考 所以有时候思考的眼睛就不用一直盯着萤幕看 就想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教各位就是说你可以先练习 检视这招还蛮管用的 即时运算是窗 你可以在这边按 这个问号就print print 你就打一个VBA点 VBA点的话他就是会把 VBA里面所有的函数帮你列表 刚刚用到是ASC 有没有 你就把ASC后面加什么 你就是自己try一下 比如说我刚刚打一个E 记得就加一个 记得前后双击号一按Enter 它就出来 UK 如果你还是不太懂 到底VBA里面有哪些函数 你可以在一张ASC上面按F1 它会做什么呢? 它会帮你把ASC这个函数的说明 就调用出来了 也就是说在Excel里面就有一个电子 有点像电子函数的词典 那你也可以参考 还有哪一些? 你会发现这边还有 OK函数有没有 你可以从这边去找到你要的函数 它叫函数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你也可以从这边去找到你要的 像ASC是把那个字的内码位置告诉你 如果你要颠倒 比如你给一个内码 你要把那个字抓出来 那你就用什么? CHR 比如说你要把E抓出来 同样的道理 这边有没有 它把它把相似放一起 你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今天 我把这边 假设我颠倒的方向就点 点CHR 它有个CHR CHR 它这边的话就给什么? 给69 的数字 Enter会怎么样? 就数出1 然后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回去假设 因为大部分同学都卡在说 老师那个VPA里面的函数一堆 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 我跟各位讲 像我以前的做法是吗? 我就花时间 我就把每一个函数 就在这边串 试试看 然后看一下官方的说法 有时候看不太懂 怎么办? 没办法在这边试 试的结果就笔记一下 笔记一下 这个功夫就真的 这没办法避免的 你如果想要彻底完全 学会VPA的话 这个可能还是要做点功课 那需不需要额外再买一些书籍? 我是觉得 这边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那你再去买 我自己是觉得 因为 学这种东西 不在于说你买了多少书 看了多少书 最重要是你要做 出来的结果 才是最正确的 因为有时候就是 你讲这一多步 你做一遍 你就知道是什么 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把一个储存格做出来 不过后面还有好多个 这个到这边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呢? 外面我的习惯 因为我有一个范围 所以上面Enter两下 按一个Tab 范围回圈 For I 所以刚刚为什么用J 所以因为I等一下会用 等于第几列? 第二列 到 第几列? 第九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的程式怎么样? 选起来 我习惯是拖拉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再怎么样? 把这边按一个Tab键 这样就可以了 再去改I 不过做这个动作之前 好像会有个地方 会是一个问题 哪个地方呢? Fu J等于1到5 对不对? 这个5 5 这边5个字 5个字 这边都没问题 但这边呢? 7个字 这边4个字 所以 这边可能要动一下 OK 所以 应该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再来想说 For I 的问题 那问题来了 我将来 会有一个地方 我把它按Ctrl 自己好了 复原一下 OK 这个地方 现在这前面在OK 但这里就不OK 所以 这个数字 如何随着 这里面的字数多寡而变动 意思就是它里面有几个字 里面有几个字 你就要想到一个函数 要什么? LEN LEN 还记得吧? LEN 在Excel里面也有 VBA 也是一样 一模一样 如果你不会打 你打一个VBA点 给VBA点 LEN 这边有吗? LEN 有 OK 这边就O LEN LEN 它主要就算什么? 算那个 这个VBA点不用 OK 刮胡 刮胡就算说 那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 那我们就把这个储存格里面 的 储存格 直接就丢到LEN 他假设这个丢不来 他就帮你算 刚好五个字 这个的话 他LEN 算完 他就是七个字 所以就跑七次 就OK了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加一个LEN 第二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讲 在外面包一个FOR圍圈 Enter两下 我希望这样 Enter两下 打一个FOR I 等于 2到 9 Enter两下 打一个NES 然后呢 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悬起来 按住不要放 拖拉 放开 接下来呢 按个TAB 因为如果你不按TAB的话 看着 我自己是觉得很不舒服 按个TAB之后 他就是在这个回圈里面 跑一次 好 那OK之后的话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 基本上应该就完成了吧 没有啊 还没完成 这个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OK 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这个外面 这个是FORI 等于2到9 里面就是做刚刚的事情 只是把那个数字 改成I而已 好 OK 没问题吧 再来我们来跑一趟看 知情 看结果要不OK 三个 对 没有 四个 八个 全对 OK 你看 没问题吧 再来 英文 中文 如何写 其实 如果你这个写出来 英文跟中文也写出来 欸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拿这个来改就好 改哪里呢 主要改这个 这个 大于47 英文有英文的范围 可是英文有大写跟小写 你会有两个范围 那怎么办 我刚刚讲一个重点 就是把那个字全部转大写就好 全部转大写再来判断 那这样就只要判断一个范围就好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那中文怎么办 中文就是 它不在 这个阿斯基克内瑪里面 可能它是小于0 或者大于也有7 那就可能就是中文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如果你担心这个城市不OK的话 其实云端上我都有放 在那个内埋 这个地方 这个第二页就是刚刚这一段 再来就是我刚刚写的这一段 另外的话 我刚刚增加的部分就是 我有把它用红色的部分 然后mark 起来 这个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你只要改了 改那个我有用黄色底色 帮你把它mark 起来 一部分就OK了 应该算清楚的 反正我是觉得写这个城市 也没什么绝效 没有写错就好 所以将来呢 我是建议 有些东西写过了 尽量可以把它拿来当范围 然后拿来照着类似的概念 修改一下就好 试一下 谢谢大家